10月23日,涉嫌在台湾杀人的香港男子陈同佳引起黑钱罪在香港闭屋承教所刑满出狱。 陈同佳称,因自己做了无可挽救的错事,愿意为自己的冲动、错误自首,回台受审其服刑。 对香港社会和香港人,他表示对不起。 当天早上7时,记者在闭屋承教所外看到,大批香港本地、台湾地区、内地及海外传媒记者已经在等候。 承教所加强安保,以铁马间隔出采访区域,亦有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陈同佳在上午约9时不出监狱,并未戴口罩或遮盖面容。 他首先向受害人潘小颖的家人鞠躬道歉,然后表示因自己做了无可挽救的错事,为他们带来很大伤痛, 自己内心易受谴责,因此愿意为自己的冲动及错误自首,回台湾受审、服刑, 希望可以令受害人的家人稍稍释怀,也令受害人安息。 我明白,因为我自己做了无可挽救的错事,为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痛痛。 我明白,因为我自己的内心,我自己的内心都受责鼻受谴责。 所以我愿意为自己的冲动,为了自己犯下的错误,自首,回台湾服刑,受审。 希望她的家人能够稍稍防下失怀,也令人能够安息。 对于香港社会的香港人,陈农嘉连声致歉,他希望得到原谅,社会能给予其重新做人的机会。 对于社会,对于香港人,我对不起,希望各位的原谅,希望各位可以给机会我重新做人,给个机会我去保护社会。 陈农嘉涉嫌于2018年在台湾杀害女友潘晓颖后逃回香港,并因非法处理死者财物而遭香港警方拘捕。 一律,香港对欲外案件并无侠权,香港法院只能以其在香港犯下的谐黑前罪,判处陈农嘉29个月有期徒刑。 事件触发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后引发广泛的社会风波,至今仍未平息。 针对台湾方面,22日表示希望派员来港押解陈农嘉赴台。 特区政府于23日凌晨发出声明,称这等于跨境执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完全不能接受。 声明表示,台湾执法当局在香港没有执法权,作为台湾通缉犯,陈农嘉是自愿到台湾自首。 特区政府相信,若台湾真心品实公益,应务实处理,敦促台湾不要将事情复杂化,希望案件可以有所进展。 早见陈农嘉曾致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冠林周月娥,表示愿意到台湾自首。 为台湾方面获悉后,拒绝陈农嘉入境,后改为要求派员来港押解其入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